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這一節來講一下在webally裡面 它有一個提供排版的佈局範本 那你佈局完之後啊 譬如說它有自動幫你分成三欄 那有些同學反映說 那如果它底下還要有很多個 很多張圖片的話 要怎麼去對齊上面的這個欄位 首先 你要放一樣大的圖片好不好 假設你上面的圖片跟下面的圖片不一樣大的時候 那你要對齊就 你就變成要手動在那邊調整就很麻煩 那我目前如果是影片的話怎麼辦 圖片就簡單嘛 圖片就是你要一樣大的圖片上傳就會對齊 那我現在來示範是比較困難是影片 影片 假設像我現在這些youtube的影片 這些youtube的影片 其實我在這一頁 這一頁是免費課程專區 在這個全部課程裡面有一個免費課程裡面 免費課程專區裡面全部都是放免費的影片 那我已經錄了快100支了吧 我慢慢把它丟上來 因為一次要丟真的好累喔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前面的主題齁 我會盡量把主題改一下放到前面來 讓大家看的時候比較看得到 譬如說買網址網運名稱齁 如何製作簡單的銷售業齁等等齁 這些比較能夠還沒點進去看影片的時候就能夠知道主題要講什麼 好那我要示範一下譬如說 這底下我這邊想要在底下再插入一個影片 然後跟它一樣大 那這邊有一個元件很方便齁 你不需要再從這邊去拉 不需要再從這邊去拉元件嗎 不需要 你直接 譬如說我上面跟下面是要放一樣大的東西 那我就按這個 點擊 這邊有一個Copy Copy 然後Dispage就是在本頁的意思 我就按Dispage 好然後 你就會發現 它自動Copy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有沒有 好等一下 接個電話 好繼續 像剛剛暫停的時候你要按F9 這是Camtasia Studio的軟體 按F9是暫停 然後再按F9是繼續錄 好然後呢 你 因為我希望它的間隔中間要有一個分隔線 有分隔線的時候 你用手機板才不會每個影片都黏在一塊 比較好看 好那所以 這邊有一個分隔線 拉過來放開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時候呢 我這邊要放的影片啊 我要放的是另外一個 看一下 今天要放到第幾個了 我就每天放一點 每天放一點啦 不然很多個真的放到會手軟 所以我就只要有放一個新的呢 或是放三個新的呢 我就發個LINE AT的通知給大家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新的影片 如果你們是很久以前 大概十個月以前就已經訂閱我LINE AT的同學呢 那如果你沒有每天去看我發布的教學影片的話 你也可以趁這個機會來回顧一下以前的舊影片 好不好 這邊有一個 诶 诶 如何快速加速往上 這個剛剛登過了嗎 如何免費快速加速 有登過了 那我再找另外一個 為什麼要做Firefox 哦好這個 好這個不錯 點擊一下 然後呢 這一間呢我們來講一下 先暫停一下 我就把這個 代號 這個影片的代號 我自己來 然後呢 再回到後台來 那我要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把 比較新的影片放在最 比較上面的地方 越舊的影片我放越下面 下面這三個是最剛開始的影片 所以我把它最下面 那 就點一下 點一下在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空白的地方 然後就跳出來這個 編輯自定義HTML 好 點一下自定HTML 好 這個就是因為影片是簽錄嘛 所以我就把這個 簽錄碼的影片代號 置換掉 選取之後 直接貼上 他就會把它覆蓋掉了 Ctrl V 貼上 好 然後再點一下旁邊就好了 OK 這樣影片就換了 有沒有 好 這個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剛 複習一下這個 點擊之後呢 然後選擇Copy 然後選擇本頁 然後他就會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 然後你再把 一樣的那個把它改掉 改掉 那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呢 這頁很棒喔 這頁如果你用手機去觀看 或者是用電腦去 用電腦去觀看 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那如果用手機去觀看的話呢 他這個影片會自動放到縮小喔 影片自動放到縮小喔 你手機拿橫的 他就左右擴張 手機拿直的 他就會自動縮小 很棒喔 不會超出你的手機範圍 就很容易去看 那我就把它發佈一下 Publish發佈一下 然後發佈完畢呢 去點一下看一下 這個免費課程這一頁 好OK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剛剛發佈的那些影片都在這邊喔 哇目前已經有 1 2 3 4 5 6 7 8 9 4 11 12 11 1415 11 18 已經有18個影片囉 那你看完覺得不錯的話呢 就麻煩你按個分享吧 好分享一下 分享到你自己的動態時報 好這邊 直接按分享連結就可以啦 OK 好就這樣子 這邊你分享完之後呢 這邊就會多一些數字出來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或者是你有朋友很需要網路行銷 可是他又沒有太多經費 沒有太多的經費去購買 網路行銷的一些教學教材的話呢 那你可以推薦分享這一頁 到你的臉書去 讓你的朋友也可以看到好不好 讓他們可以看到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